T121-321-321-321 各位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個非常重要 在初學的時候 大家都會遇到的一個彈奏方法 通常都把這個彈法叫做T121-321 我認為這個彈法是一個嚴重被低估的彈法 今天就要仔細的來介紹它的潛力 跟它的可能性 首先 什麼是T121-321-321 所謂的T是拇指 它是拇指的代稱 一是實指 二是中指 三是無名指 其實我不是很習慣這樣的稱呼方式 我在使用音階的時候 也會給音階裡面的每個音 一個數字的代稱 我覺得在溝通的時候很容易搞混 不過大家都已經用習慣了 在這裡我也還是這樣稱呼 但是我要說明T121-321-221 其實是一種分解和弦 分解和弦就是把和弦裡面的音 一個一個的分開彈出來 但是還是會有和弦的感覺 因為每個音跟音相連 甚至會有重疊的效果 所以它仍然帶有和弦的感覺 一般討論T121-321的彈法 都是把實指放在第三弦 中指放在第二弦 無名指放在第一弦上面 用這種方式來彈 然後拇指就看你用的是哪一個和弦 跟音在哪個位置 就播那一根弦 但其實T121-321-121 真正的精神是一高一低的和弦進行方式 聲音聽起來會有一個十七比落的感覺 我們依照這個精神來彈彈看 你會發現你的實指中指無名指 不一定要死守在第三弦到第一弦這個位置 其實他們一樣可以放在其他的位置上面 再等一下我的示範裡面 你會發現在彈奏的時候 我會習慣把拇指伸得長一點 不太習慣把拇指縮到其他的手指後面 這個是一個你可以參考的 也是我建議的彈奏方式 把拇指伸出來一點 他的動作 如果往下拨弦的動作 比較不會跟其他的 手指的拨弦動作 打在一起 接下來的示範 我要先使用Em這個和弦 開放和弦的Em 它的根音是在第六弦 如果你把實指放在第三弦 中指放在第二弦 無名指放在第一弦 這個時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彈你的第五弦跟第四弦 也就是你 中指跟無名指 在左手所按的那兩根弦 幾乎沒有彈到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偷懶 直接把它放開 但實際上 你左手按的這兩根弦 還是有用的 因為你右手的 食指中指無名指 不一定要死守在321弦 他們有時候可以彈在432弦 有的時候甚至可以移到543弦 現在來看看示範 現在我用開放的Em這個和弦 來做示範 根音在第六弦 我的實指 中指 無名指 分別放在第三弦 第二弦 跟第一弦 也有兩根弦 也有兩根弦 在這三弦 在第四弦 中指 有兩根弦 現在一樣是Em這個和弦 但是我把食指、中指、無名指分別放在第四弦、第三弦跟第二弦 Em這個和弦 我現在把食指、中指、無名指分別放在第五弦、第四弦跟第三弦 依照這個概念接下來我要試試看用C和弦 開放的C和弦它的根音在第五弦 這時候你的食指到無名指就有兩種不同的位置可以放 現在我用C和弦做示範 更音在第五弦 我的食指、中指、無名指分別放在第三、第二、第一弦 更音樂 一樣是C和弦,更音在第五弦 我的食指、中指、無名指 分別放在第四、第三、第二弦 接下來是更音在第四弦 我會用開放的Dm這個和弦來做示範 這時候你的食指、中指、無名指就只有一個位置了 現在我用Dm和弦示範更音在第四弦的和弦彈法 拇指放在第四弦,食指、中指、無名指分別放在三、二、一弦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D-1-2-1、D-3-1-2-1還有其他的變化方式 就是在更音彈下去的時候,你可以同時播一根高音的弦 現在我要示範母指播更音的同時,你的無名指播一根高音弦 100指出分比市長 400指指、日文倦 1個越下午一、書家 現在我要示範,拇指撥根音的同時,你的中指跟無名指可以一起撥弦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 初音ミク 我的拇指跟食指已經用來拿Pick了 所以我另外可以播弦的手指剩下中指跟無名指 小指因為太短加上沒什麼力氣 基本上我是不太使用它的 所以原本完全用手指的時候 食指所播的那條弦就交由Pick來播 現在我用G和弦 開放的G和弦來示範用Pick搭配手指的彈奏方式 更音在第六弦 我的中指跟無名指分別放在第二弦跟第一弦 我把中指跟無名指改放到第三弦跟第二弦 我把中指跟無名指改放到第四弦跟第三弦 現在我試著用Pick搏第六弦跟第五弦 中指跟無名指放在第二弦跟第一弦 我試著用Pick搏第六弦跟第四弦 中指跟無名指一樣放在第二弦跟第一弦 現在用C和弦示範更音在第五弦的開放和弦彈法 我把中指跟無名指放在第二弦跟第一弦 我把中指跟無名指放在第三弦跟第二弦 我現在用F和弦示範更音在第四弦的分解和弦彈法 我將中指跟無名指放在第二弦跟第一弦 你可以根據你和弦所使用的更音 在另外的其他弦上面找出任意的三弦 一共四弦來搭配使用 你也可以在彈奏當中任意的變化 例如我現在Picking的第一個音在第六弦 其他我可以任意的更換 第五弦、第四弦或者是第三弦 我還會用T121、321來彈一些非常好聽的歌 我還會用T121、321來彈一些非常好聽的歌 會再近期分享給各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